其实面对房子儿子也是充满了疑惑 那么儿子上场后他的疑问会得以解答吗 这一次父子同场 他们之间的矛盾会最终得以化解吗 我们请刘先生上场 你好请坐 谈了一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了 对准备结婚 然后其实结婚这个念头是在 就是就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就是大家在说起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个阶段提起来的 提出要结婚这个念头的时候 因为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一件事 所以呢我得跟家里人商量 然后商量的时候呢 其实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家里其实 有多少底 我至少知道 有多少的底我可以去用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有一次 我说妈咱们家就是 有多少积蓄可以给我去用来结婚 然后这个时候说起了这个房子的事 就是说家里好像还有一套房子 然后大概想了想好像小时候我也在那住过 就是现在大家说的那个房子 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房子具体的贵属权是谁 所以我妈说这个房子有可能你可以拿去做你的这个婚房 然后那我还挺开心的 然后后来呢就开始有这个事了 就是去要房子 这个房子的钥匙并不在我们家里 就是我爸我妈都没有这个房子的钥匙 然后他们呢是去找我大爷去要的钥匙 得知家里有一套房子 彭女士的儿子很高兴 然而就在他打算住进去的时候 问题来了 房子的钥匙在自己的大爷那里 自家的房子为啥钥匙在大爷手里呢 这让他产生了怀疑 而接下来父亲的态度让他更加怀疑 要钥匙的时候呢就是 他们觉得我可能不会去住那个房子 因为特别简陋 简易房嘛 厕所是公用的 然后我爸就说他不会喜欢这个房子 这房子的武器码还也那么乱 然后算了吧 就跟我妈撤火了 就跟我妈说算了算了 对不要了 然后呢我妈那边呢就说 他没来看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不喜欢 然后我妈去把那个钥匙拿过来的 从大爷那儿要过来 对从大爷那儿要过来 你也看到了爸爸妈妈因为这个事吵架 家里面跟亲戚闹得鸡犬不宁的 你怎么看待父母之间的矛盾呢 在这个事上 就这件事上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我不知道就是因为 大家今天第一次听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房子 带来的一个纠纷 但是其实我更愿意把这件事当做 就是房子带来的一个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 您觉得是谁的信任危机 是我爸和我们全家的 其实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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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